喵喵喵喵 你們哪位呀 誰讓你們進來我的店舖的 這裡過萬件的文具都是跟我的 見到這隻 啊不是 是這位貓店長 就知道這裏是一間非一般的文具店 不是人人walk in 都讓你進來的 我一定要所有人拜預約 因為我不想人家來打卡 那你純粹要來打卡拍張照 當到一個新的景點才算 其實我不想這些沒有quality的visitor 但相對 反過來就是 你一個月後 兩個月後 你仍然記得這個地方 真的很想去探討這個地方 或者真心很想去緬懷一些東西 走入這條時光隧道 一浪浪的老味道 一波波的懷舊感 密集地將你包圍 用硬皮紙做的考試盒 小學時期學英文鳥草 到手都浸起來的copy book 上美爐堂一定會用到的水彩盒水彩碟 一合合的HB 2B 鉛筆 無論你用過沒用過 見過沒見過都好 都一一在這個文具店展館找到 而這些文物往往都會帶給你不同的驚喜 桌面你會看到有兩個有機關 不知道什麼的物件 有小朋友曾經嘗試過被這些工具嚇到 當他一按鍵的時候 他就會驚叫了一下 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玩過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以前的組織 組織主要是記錄電話地址 可能不同的工廠或者可能供應商的東西 這裡有的除了驚喜 還有一頁頁的歷史 簡單一本拍子寶就已經充滿著往事 這些當年其實是很大量被使用的 無論工廠 可能搬運工人 甚至乎一些阿嬤姐 終點 因為以前可能你要集低 所有你每一日外發加工 所做的一些生產數量的東西 甚至乎你去買菜 賣了什麼菜 賣了多少錢 都會透過這些拍子寶 就會落下 這些三四十年前 叱測一時的文具對於你來說 可能只是小時候的回憶 但對於用了三十多年時間 去收集這些回憶的阿嬤來說 就別具意義 你過萬件或幾萬件的文具 分散了幾萬人或幾千人 甚至乎十個人 其實歷史就打散了 你打散了之後 其實這個歷史就不能夠再重現 在以後 我經常形容香港歷史 就是一套 一條已經是爛了 或者遺失了很多片段 一格格飛林的一套電影 所以會跳格 現在我就將每一件文具 其實等同於每一格飛林 等他去重現歷史的時候 他不要跳得那麼厲害 在阿嬤眼中 每一件物件都是說書人 細數著不同的故事 他不懂得發聲 我就幫他發聲 這麼努力 都是想你思考一下 在這個舊樓拆卸 市區重建 城市發展再發展的時代之下 有多少人事物沒有了 又有多少沒有了就沒有了 東網電視記者 宣明為報道